賣掉第二十年的安利益巨人盃 今年標語主打 迴轉出新 C組部分只有三名選手是本賽事的常客 號稱台灣龍捲風的陳和雲 從2006年首度參賽 最佳成績承拿下第五名 上屆比賽挺進了三十二強 對上日本好手何元全群 最終以局數三比七敗下陣來 妙的是2016年底舉辦的全日本公開賽 陳和雲成功闖進的決賽舞台 偏偏對手又是何元全群 但這回台灣龍捲風頂住了壓力 以局數九比八逆轉獲勝 生涯首度在此項賽事豐厚 不過緣分就是這麼奇妙 今年安利益預賽 何元一樣被分配在C組 原家陸仔肯定有好戲可看 更何況只有日本中生代女將 去年除了在安利益拿下第三名 包括全日本公開賽 WPA世界女子九號球錦標賽 都得到第二名夾擊 穩定表現依舊不容小覷 第三位常客Karen Korn 球迷肯定不陌生 不僅由著響亮稱號 愛爾蘭入侵者 打從兩千年 第三屆的安利益只有參賽經驗 儘管去年沒有參戰 Korn仍在美國女子錦標賽國冠 經驗將會是她的最大武器 C組唯一的新面孔 Claudia Von Roar 擁有二十一次瑞士國內冠軍頭銜 然而安利益競爭強度更高一層樓 仿若要衝擊上述三位好手的難度 恐怕很高 究竟誰能在預賽突破重圍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外體新聞綜合報導